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学生打脸三国杀,我是小学生 我发现我还真是喜欢这个S4版本的这个3v3啊 所以我现在又来出一期这个番外2了 那么本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 拉嘲讽在这个3v3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意思啊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再来先看一局这个把郭佳刷到死的这个郭香关羽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句匠面啊 我们是暖色,那这样这一局是有这个郭佳 然后张辽祝格亮啊 这三神,三神 然后的话这个郭佳的配合啊,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个孙上香 然后这里是有双线啊 然后还有这个郭佳关羽装飞这种这个叫做双豹的仔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半神貂蟬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大桥 那这一局的话郭佳可能会被大桥亚这个影响啊 所以这一局其实还不算这个大郭佳局 那这样的话我们暖色的有必要守郭佳啦 因为不守郭佳我们还是没得打 那所以我们守一个郭佳 守郭佳之后 对面是拿了这个张辽,然后拿这个张飞 那么这个张飞呢 他就是来猜一下我们这个郭佳关羽 郭佳张飞关羽的这个双豹啊 然后他拿一个张辽,冷辽嘛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话就拿掉这个假许 因为我这里比较害怕他这个张辽假许或者是诸葛亮假许这样的一个四连啊 这个能够打死我的三雪鞭 而且如果被他拿到这个假许的话我就不敢上这个香香了 然后我拿这个珠葛亮假许之后啊 对面是拿这个张,姜维和,貂蝉 那这样他这样一抓那我就 能够大概能够猜想到啊 他应该会上这个辽围了,冷辽围 那这样是来对我们进行这个四连压制 那这样他不拿关羽,那我们就拿关羽了 拿掉关羽,然后拿一个顺上香 拿顺上香之后他是拆了一个稳聘 然后拿一个能跟雕墙配合的身侧啊 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拿大桥可能会好一些啊 因为我们这边这样子抓的话 呃,我们这边郭佳核心 郭佳核心只有这一个香香的配合啊 那这样我们肯定要配一个 呃,厉害一点边的啊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是诸葛 郭佳朱葛香的话那这样我觉得啊 这个郭佳朱葛香其实根本不厉害啊 他如果辽围边,冷辽围的话 打郭佳朱葛香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啊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抓啊 他是抓这个文聘生存 然后我们赶紧把这个大桥拆掉 对,然后拿一个这个装作 我们有可能会打这个关羽,夏侯渊的样子啊 也把夏侯渊拿掉了 剩下的东西就不太重要了 他拆一下我们这个孙间 那这样的话我们 因为对面是辽围啊 我们只能靠暴去跟他打 那所以我们是上这个郭香关羽 然后他如果来让仙 那郑重下怀啊 因为他们如果让仙 他就变成这个暖色的辽围了 暖辽围我们这边郭香关羽 是够暴的 能够去突破你这个暖辽围 你不拿这个大桥 那我这样 我这样子上 就逼着你来让仙了 那这样我们就这样上 结果他是上这个貂蝉组呢 这样你肯定要让仙了 不然我们这边 呃,关羽香香 刷起来了 那我这边 有决斗 那决斗一下姜维 他居然跟我们拼杀啊 拼杀呢 就是来帮我们刷这个郭家的牌 那这样的话我们郭家调选 因为有桃围结义 那两张牌都给这个香香 然后开这个桃围结义 拆一下这个张疗的手牌 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张疗 有那么多未知牌啊 有未知牌的张疗 才是恐怖的张疗 那这样他来突起我们的双边 拿到了两张闪 那这样我们香香这边没有闪啊 挺怕他有这个寒冰箭啊 但是不要紧 不过他开一个五谷风灯 然后拿到了一个无懈可击 然后这边张疗是拿了一个顺 来顺我们的关羽 然后果然是装起武器来杀香香了 他这里应该来杀关羽的啊 因为这边郭香狗要打狗 他来挑衅我们就出杀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轮到我们这个郭香关羽的这个四连了 现在这里有两个装备 那么这里我让关羽先动 因为这里郭家是蛮血 好这里有一个借刀杀人 那么先借一下这个张疗的刀 去刷一下郭家 看一下他敢不敢 一般情况是不敢的 但是他强行刷郭家一刀 那就让我们刷起来了 这样给一个杀给关羽 因为怕这里关羽的牌不够 挂中意 杀到郭家刷四张牌好 有一个万剑齐发 那么这个万剑齐发可以给香香 让香香来刷 因为这里香香不想摘掉血了 然后这里关羽 结束了 结束之后 这关羽四张牌 那就四牌四血结束 轮到这边香香 好这里香香的话 有一个连弩 然后有一个灌石斧呢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先开这个万剑齐发 因为桃子多啊 那就先刷郭家 对 刷两张牌 一个杀一个无限 那就都给香香啊 那边关羽就出闪 因为我们这边是代中意的 他这样挂起来 这个万石斧和简一马 去杀一刀貂蝉 那肯定不敢闪 压到他的血之后 我们因为有连弩 那就可以换起这个连弩 继续刷郭家 找一些更加关键的牌啊 比如南蛮入侵 决斗乐不思蜀之类的啊 那就我们到了一个顺手牵羊 那就给这个香香 那这边香香的杀不够了 而且这个牌也不够结一 那这样我们就把杀都给这个香香了 好顺到一个南蛮入侵 那就去拆这个貂蝉了 因为这个地方我是想着 刷郭家 这个最多只能再刷一下 最终这个最后一个杀 还是要去打貂蝉的 那这样我们是先顺 然后 因为刚刚是开过万剑启发了嘛 他是 不管他有没有出闪 我们还是要去顺这个 貂蝉手里的未知牌 这是这个 他的起手牌啊 那我们把它拆空 然后再开一个南蛮入侵 刷一下郭家 对 那这样他就脱管了啊 那么 这一局 就是我们这个 把郭家刷了 多少次平死啊 求了三个逃了吧 应该是 这样我们是 在对面让先的情况下 这个 郭香关羽 把对面的这个貂蝉 给打死了啊 好 那么 这就进入了我们 这一期 方外二的正题了啊 这个拉嘲讽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局的录像 那么 这一局 我们先来看 下面啊 我们是冷色 那么有一个郭家 有一个诸葛锦 双绳 那这个地方 有这个 飙落 飙落 而且还有一个 貂蝉 暴象的话 有一个黄盖 黄月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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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黄盖 还有一个云盖啊 然后 这里还有一个 曹操 那这样的话 暖色 它应该会守一个国家 因为有黄月鹰在 那么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直接把黄月鹰拆掉了啊 因为也不想给它这个 呃 过月了啊 那然后 我们是拿掉了 第二个神 这个诸葛锦 然后对面是拿掉 姜维和貂蝉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拿到 这个冷色的飙落了 飙落 然后对面是拿这个 孙坚和赵鱼 那就是拿肉盾啊 看一下它能不能扛 我们这个 飙落啊 其实我觉得是扛不住的 因为它没有文聘 这样的话 它不拿黄盖 我们把黄盖拆掉 然后再拿一个 这个冷煮肝铃 然后这里它就拿掉 这个徐晃和曹操了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拿掉这个 周瑜和吕布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上 这个冷色的这个 呃 飙落了啊 冷色的飙落的话 因为我这个地方 想打四连 打四连的话 我就把这个诸葛锦 放在主帅的位置啊 让这个真机 呃 四连的时候 洛神先让这个诸葛锦 用把它的红牌 换成黑牌 然后最后让这个 司马懿把洛神 改回来黑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这样上 那么对面是上什么呢 对面上这个 雕城 将为国家啊 那这样就是 呃 来一个防A 防A啊 但是我们也 以料有所困 援兵 不久必至 我们也不管 那这样子 直接让这个 诸葛锦先动 然后挂起来 这个八卦阵 那就过了啊 这个诸葛锦的手牌 非常的红 不过这边 司马懿的手牌 还算好 有三个黑 那么 看一下对面的二连 能不能够对我们 打出一些 什么的 什么样的压制 来拆一下我们的 增机 那就掉 顺的话 不能让他顺啊 因为司马懿这里 是有一个无邪可计 然后这边是先打 这个红色的无邪去 敏哲 哦 结果他这里 将为直接顺 我们两下增机 然后来挑一下 我们杀他一刀 然后还有一个冰凉寸断 那叫做好 他也开无谷了 那就帮我们补这个改叛牌 但是无谷那里 他是拿了一个桃啊 这个红桃君的名桃 他叫他是挂这个 呃 冠石斧来杀我们 好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诸葛锦手里 是有这个连弩的 我是在想 能不能够 找个机会 把这个连弩给拿过来 然后打这个降维啊 这地方 让他暖将为 呃 二连直接空了 他为了觉醒 直接空了 我们是有机会 能够四连把他打死 所以我是闪一下 然后让他空成 然后我们这边 拿一个距离 拿一个距离啊 这个反馈 他的这个距离 好了 这样的话 可以直接让这个真鸡动了 好 那落水 好 红 黑 好 然后 红 红 动画 他 只 一出之当 问 忠 雄 雄 雄 红的话 就让这个诸葛锦 换一下这个明哲牌啊 把它换成黑 那这样让我们真鸡多过几张牌 顺便让我们这边这个诸葛锦的这个红牌 就是这个手里的牌能够出出去 让这个真鸡 拿到顺手来顺我们这个连弩 因为 因为 标 落 落神阵 他要打出最佳的效果 主要还是要靠这个连弩 那么这里真鸡不知不觉就落到了11张牌了 11张牌 12张牌 13张 不因困盾 那这里 这个桃也拿出去了 那这样司马懿这边没有黑了 司马懿没有黑了 那这样继续让这个真鸡落神 把这个诸葛锦的黑 把它都给他好 这里有一个决斗 不因困盾 移出至 诸葛锦的手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的真鸡有一个这个冰量寸断 那么我们这个诸葛锦的这个八卦阵就不 不去改落神了 留着来改这一个冰量寸断 好 出乐了 出乐了 好 那么有一个顺手 那这样就有50%的机会 能够拿到诸葛锦手里的那个连弩 那冰凉 不因困盾 还是要改一下的 改出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机会有什么牌 一个万剑 然后一个蓝蛮 一个决斗 两个蓝蛮 一个顺手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貂蝉的血给压下去啊 首先我们是要挂这个 青龙刀去杀这个貂蝉的啊 因为我们有乐 好 我们先挂装备 然后决斗一下这个貂蝉 然后压这个貂蝉的血啊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增机只能留三张牌的啊 如果我们这边想去打四连的话 这个 呃 我觉得这个蓝蛮入侵 这些A其实可以在这个时候放一下的啊 然后其次 因为对面是貂蝉 我们这边落神 如果这一波或者说是四连打不出效果的话 我们的诸葛锦那就非常被动了 因为对面能够每回合来理解我们诸葛锦 我们我不想让这个诸葛锦成为我的这个 呃 短板啊 所以我是让这个司马懿 来拉 帮这个诸葛锦拉嘲讽 那我们开一个A 那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无蟹的啊 然后他这里一记一下 发现他一记出来无蟹了 那我们就有一点这个 呃 不好啊 感觉 那这样我们是司马懿 因为有距离了啊 那就反馈增机的手牌 这样的话有机会能够 呃 反馈到杀 那这样我们能够去杀这个貂蝉 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 杀的啊 司马懿 没有名的杀 那这边 诸葛锦那就掉血 然后瞬一下这个诸葛锦 好 拿到莲弩 那就换起来杀这个姜维 因为没有简易 如果有简易 那肯定是杀这个貂蝉 那这样 第四杀 把这个姜维杀到球桃 那他是这个 第一个桃球杀 不过他手里还有一个名桃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开一个狼蛮 让他再求一个桃 看一下他出不出那个名桃 好 他把那个名桃出出来了 然后这边国家 还能够再卖一下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 司马懿这一刀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没有 让这个司马懿死 要反馈一下这个 这个针鸡的手牌 然后这个地方 诸葛锦就掉血了 我没有办法了 这个万剑齐发我就不开了 因为对面是带八卦的 而且 呃 这个貂蝉也打不死 我是打算留 这个万剑齐发 是留到我们四连的时候 用这个连弩 突过去 突完之后 如果突不死 最后 来作为一个补刀的 一个作用的 一个万剑齐发 然后这样的话 司马懿摸到无中 那就挂这个 灌石斧 去找一刀 这个貂蝉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弃牌 弃生一个杀 让他来离间 我们还能出杀 这里无限拍掉了 貂蝉的乐 然后他来拆一下 我们这个 司马懿啊 其实他这个地方啊 就是中了我们的技了 我们把 天命难为 我们把司马懿的血线 压下去之后 就是来引你 来打我们这个司马懿的 不要打我们诸葛锦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刚刚 一个离间 一个杀 我们诸葛锦就死了 因为没有桃子 那这样的话 呃 司马懿成功吸引到了嘲讽 而且他那个拆 也不来拆我们的连弩了 这样的话 我们有机会四连 虽说司马懿死了 但还能回来 算一个四连 三连吧 到这个 真机 这里落神一波 找四个杀 去打 对 从这边 将为这里突过去 打这个貂蝉 桃园结义 桃园结义 我们就要哭了 他来离间我们 这个诸葛锦呢 就掉血 他这样轮到这个真机 好 落神 好 一个过河拆桥 一个红角斗 把他改掉了 最后一波 好 一个南蛮入侵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三个杀 三个杀怎么办呢 我们是拆这个貂蝉的手牌 因为他有避约牌 拆两下 然后杀一刀 然后开这个A了 因为我想省一个杀 我想省一个杀 那这样他还有一个桃 那就一下这个姜维 那没有办法了 再卖一下 然后两张牌给这个貂蝉 那我们换起连鲁 这是 不用换连鲁 直接杀 那这样杀掉这个姜维之后 一刀 两刀 那是没有了 最后一刀 然后万剑齐发来 五刀 那这样他这个貂蝉 就这样死掉了 如果他不死 那我们就输了 那么这一局就是 这一个 我们这个 用司马懿来拉到了 我们这边 诸葛锦的嘲讽 引到他这边 来打司马懿了 他要是那个时候 一个离剑 一个杀 一个借刀杀 打这个诸葛锦的话 那诸葛锦就死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 下一局的录像 这一局啊 呃 我们先来看姜绵面吧 我们还是这个暖色 暖色的话 这里有一个 张辽诸葛亮 然后没有了 那暴降的话 是一个黄盖黄月音 然后有这个 呃 姜维 还有这个真鸡在 但是这局真鸡 没有判过 有一个司马懿 只有一个司机 跟他配合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有必要 抓这个张辽的 因为冷辽 我们就不能打了 好 我们就守一个张辽 守张辽之后 对面也是 挺会抓的 拆了一个双控 然后拿一个暴降黄盖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去 拿这个黄月音了 因为他冷色的 月亮 我还是比较怕的 然后拆一个这个云盖 那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 呃 司徒放给他了 然后他拿一个司马懿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大桥 这样的话 我们是 呃 要拆掉这个大桥 然后也拆掉他这个司机 那其实这样子抓出来的话 对我们来说 就不是那么优了 因为这一局的降面 本来这是一个冷忧的降面了 冷忧的降面 然后对面是拿到这个冷煮干凌 那我们是拿这个潮操了 然后再拿这个瞬间 那这样的话 在对面有这个师徒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如果上三雪的话 就会被他控死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 呃 当然张疗是肯定要上了 我们是上了这一个潮操组 进行这个收编 这个潮操组在这个收编 是有这个奇效的 这个潮操组 因为我们这两边是 有可能出A 出到A的话 就能够让这个潮操来打 这个把这个A再放一次 那我们放一个三雪边的黄月英 让这个黄月英看一下 能不能靠他的起手牌 来把我们打出一些优势啊 打完就卖 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其中一个 拉嘲讽的一个技巧啊 就是这个用这个 呃 用这个血量低嘲讽 高的这个无防御的武将 但是回合内是一个 呃 能够爆起来的方差将来进行拉嘲讽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放一个 张疗边 那这样对面的话 大概率如果是他 大概率是这个助量组 或者是甘领组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 凭借这个潮操 在拼掉他的双变之后 这个潮操单挑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啊 所以我们就这样上 那这样的话 对面是果然上这个助量组 那这样的话 他能够来控到我们这个黄月英了 不过我们张疗这边有一个五谷风灯 那这样的话 能够破一下他的关心 然后他来拆我们两下这个黄月英 钢裂一下就掉血滴滴血可以掉 那么回来英出一张杀 然后这个南蛮入侵 送我们这个潮操的啊 这个我觉得这一个南蛮入侵 那是有点奇怪 他挂起来连弩 然后换一个武器 那这个地方的话 他因为他是武上 然后判了一张那个钢裂牌 那这样他关了两张牌 那么我们这里还是让这个张疗先动 然后来这个开这个五谷风灯 破掉他的关心 那这个地方还是突双边 因为双边是未知牌 就算他这里是个桃子 我也管不了了 因为双边是未知牌 而且是开过蓝蛮的未知牌 那这个地方因为我有五谷风灯 而且我想打这个姜维了 所以我是把它拆空了 然后打他一刀 然后开这个五谷风灯 破掉他的关心 对那这样的话 这个牌挺好的 一个桃一个距离 这样我们也能打到这个姜维 而且也没有闪 那这样的话就轮到我们红月鹰 结果红月鹰这里也是非常基本啊 这里只有一张顺手牵羊 那就只能去顺这个夏侯敦的位置牌 顺了一个位置牌 这个只顺了一个八卦阵 那这样挂起来装备 去打这个姜维一刀 然后就过了 过了 那这边轮到曹操的话 就看一下曹操能不能够收边了 这个红月鹰 这个曹操已经拉够了 然后这边轮到姜维 来挑一下 没办法 他来挑掉了我们的八卦阵 然后来决斗一下黄月鹰 然后来杀一套张鸟 张鸟掉 出闪了 出闪 那么到这里为止 这个姜维的手里 我猜他应该就没有那么多 基本牌了 就是 就算是一个闪 我们这边因为有一个决斗 一个杀 一个蓝蛮 一个万剑 我们是能够打出四点输出 那我是觉得 我有机会能够收掉这个姜维 但是他这边有个夏侯敦 我开A的话 他能够刚列我们的人的 那这样的话 他要是来刚列我这个张鸟 我开完A之后 就变成我跟他 一个曹操打 他一个助我量加一个夏侯敦 助我量关心三 还是能够打一下我们的曹操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 我们是先决斗这个姜维 让他掉一血 然后杀他一刀 这个因为蓝蛮入侵是明的 我们是先开这个蓝蛮入侵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他来刚列这个话 那我们只能掉血了 好这个助我量桃子吐出来了 然后他来刚列这个张鸟 那他就掉血啊 因为张了两张牌 然后他来这个 黄阅鹰也要掉血 然后杀一刀这个姜维 好这个闪了 这样我们只能开这个关键启发了 如果他将为不是闪了 我们把它收掉 这个关键启发就不开了 这个关键启发是 呃自损八百上敌一千的 这个关键启发 好这里来刚列我们的黄阅鹰 没办法黄阅鹰掉血 这个地方一定要救 因为这个人头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 然后这里黄阅鹰这个地方 呃 黄阅鹰这个地方因为 还不想死 呃我们死了 黄阅鹰如果死了之后 那么是二打二 我们这边张牌的状态不好啊 可能跟他打 就没有那么好打 所以我们这边是 捞一下这个黄阅鹰的啊 捞一下这个黄阅鹰 让这个黄阅鹰再动一轮 因为黄阅这里手里还是一个桃 然后再来杀一刀 我们是 捞起来啊 再捞起来 自己捞起来 冰凉寸断 乐不思索 冰我们的黄阅鹰 那这样没办法 这个曹操这里也没有鸣鲨 然后这个 蟑螂手里是一张鲨 那这样的话 这个祖格亮手里也是一个五谷开的这个鸣鲨 那这样我们如果去突袭它的话 那就不太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有冰有勒啊 我们如果让曹操强动的话 这个冰勒就变成强冰和强勒了 所以我这里是让 直接让这个张疗来动了 这个顶的这个乐 还有机会过好 这个四分之一的机会被我们 我们驳到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突袭一下这个 笑顿 然后拿一个张疗的牌啊 不是张疗 曹操 拿一张曹操的牌 因为我们这边还是 不想那么快死 拿一个闪也好 那这样还是拿到了 但是没有拿到 闪 是拿到这个海冰剑 那我们去塞到这个祖格亮 然后这边黄月鹰的话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么这个黄月鹰 这个兵没有过了 这样大概率要被这个祖格亮 收掉这个人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 呃 是想着去用这个曹操 去跟这个祖格亮去单挑了 这个地方 他这个下后蹲 我想让他赶紧死掉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医学祖格亮 我们还是能够打一下了 所以我们这边 反正去杀祖格亮了 不开这个桃园结役 然后这边轮到这个祖格亮 这个祖格亮关心 然后是放了依上的关心 然后他开一个无中生有过牌 然后他塞到这个夏侯敦 那就刚烈张来就死了 不过还好 这个人头不是祖格亮的 是这个夏侯敦 那这样夏侯敦回合外 呃 有三张牌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他中乐了 我们中乐了 然后就 呃 我们中乐了 那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地方 他夏侯敦扔了两个蓝板入侵 那他这个举动 他就告诉我 这个祖格亮手里 就是一个伞 那祖格亮手里 就是一个伞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决斗 就能够让这个祖格亮求逃了 好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神无苦 那这样决斗一下祖格亮 好 那这个地方夏侯敦的逃突出来了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杀这个夏侯敦 杀这个夏侯敦 然后进入这个四水的曹操跟一水的祖格亮的这个单挑 那这样我们挂起来 这个加一码那就过了 我们有一个神无苦 那他这个乐过了也没有用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个顺手牵羊 把他的手牌顺过来 然后开五谷封登 只要不是两个伤或者两个逃 那我们就赢了 好 那这样一个逃一个杀 那我们把这个逃拿掉 杀他一刀就赢了 那么这一局就是我们这个用黄月音和张辽 帮我们的这个曹操主拉到这个嘲讽了 用这个曹操去单挑他的祖格亮 那这样是单挑赢的这个祖格亮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次番外的最后一期的录像 最后一局 说错了 那么先来看这一局的降面 这一局有这个刘备祖格亮 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刘备挺大的局了 这里有一个刘飞 刘权 还有一个文聘在啊 然后这里关羽的话还是比较怕这个文聘 但是暴降的话还是有这个黄盖和关羽 还有这个黄月音在 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冷色偏优的一个局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守一个刘备了 守一个刘备 守刘备之后对面是拿掉了第二个神祖格亮 然后拿了我们这个刘备 拆了我们的刘备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刘备 然后我们没有刘备了 那就拿掉这个大桥 因为我们刘备还是比较怕大桥的 然后对面是直接拿云盖 哦那这个是来吓我们吗 那这样我们有必要去拆掉这个关羽了 然后拿掉这个文聘 我们拿到文聘之后呢 它是拿这个冷煮甘霖和这个月音 那这样的话它可以上了阵呢 就是这个冷煮甘霖加月亮 或者是它要上黄盖的话呢 就是云盖之类的啊 那这样我们是拿到这个打后期的姜文 也不想给他师徒啊 这个我发现这个师徒这个非常恐怖的啊 其实 然后也拿到这个能有机会跟这个关羽配合的这个校园 那它是拿掉这个真姬和孙坚呢 我们拿掉这个旁神将 拿到旁神将之后啊 那我们就可以上这个文聘 带这个刘全了 这个刘全这里有加一码 有文聘的加一码 在这里保着啊 我觉得还是能够打的啊 结果这个上将上出来 我觉得我就亏了啊 因为它这边是上这个黄盖 上这个黄盖然后呢 就基本上可以无视我们的这一个阵位了 因为黄盖这里苦肉的话 大概率能够出距离能够出减一的啊 那没有办法 不过起手我们这里刘备有一个减一 那他能拿到的减一就少一个了啊 然后他这里能组甘霖 这个能组甘霖没有干他自己的本分了 反而去干了这个大桥的本分了 来乐一下我们的刘备 来改变我们的行程顺序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让孙拳先动了啊 这个孙拳的这个手牌也是起好啊 这个起手三个拆 那这样文聘拿一个蓝蛮入侵 看一下能够收边了啊 这个地方是打算去收边收这个黄盖啊 那么三个拆去拆黄盖 因为这里他是单黄盖啊 而且他是这个诸葛亮和黄盖的联动 那这样我就拆诸葛亮是没有意义的啊 那是拆这个黄盖 黄盖的一张牌等于他的半滴血 然后我们是开这个蓝蛮入侵 蓝蛮入侵是要掉这个黄盖的血 结果黄盖的手牌非常好啊 他一滴血他都不用掉 那这样我们刘备是掉血了啊 因为能够分牌人都会血 而且我们还是乐一下这个黄盖啊 然后轮到刘备 刘备的话挂起来这个寒冰剑 去含一下这个诸葛亮了啊 这个含掉的起手牌 有牌的诸葛亮跟有牌的张料是一样的啊 非常恐怖 那这样我们是分牌 然后这个地方我是猜想啊 他这个不打这个二连啊 这个二连是呃 很难打出来的啊 所以我们是没有给闪给这个文匹 而且这个文匹没有逃血 回不起来的话 这个闪是白给的啊 也是要扔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八卦阵 那闪的话还是留给刘备 对那这样他果然是 来反观我们 然后给两个杀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拆一下这个黄盖 因为他是中锅乐的牌吧 然后拿这个寒冰剑去杀这个黄盖啊 这个寒掉他的中锅乐的牌 然后结果他还有闪啊 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去决斗他 压一下他一旋 然后挂起来这个八卦阵的就过了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文匹是没有闪的啊 那么孙权有一张闪两个杀 有一个连弩 那这样黄盖没有减一连弩的话 还是比较难打出一点 大的一个收益的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顺全打一个顺手牵羊 然后把这个万剑齐发 有机会能够收边的牌 开始给这个主帅文拼 然后他开一个桃园 让这个黄盖回起来血 然后拆了我们的八卦阵啊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可怕了 他在决斗我们的话 这个我是不敢跟他拼杀了 因为外面还有蓝蛮入侵 那这样如果我把杀拼出去的话 蓝蛮入侵我们就要掉血了 说不定我们还 虽然拼他肯定能赢 但是还是不太想跟他去拼 因为还有借刀杀人 那这样他黄盖苦起来了啊 黄盖苦起来了啊 这个他把诸葛亮的手里这个桃子也苦出来了 两个桃苦出来 那这样的话 他苦那么多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已经苦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牌了 那这再苦一下 好他这个蓝蛮入侵 好了那他苦完了之后来开蓝蛮入侵 那这样的话他把桃子全部苦出来了 我估计 那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文聘是没有闪了啊 那如果他有这个减一连弩 那这个就是最坏的情况了 减一连弩 然后来打我们文聘的话 那我们 因为我没有桃 文聘也没有闪了 这样四杀文聘直接死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孙权那是不出杀了 孙权帮这个文聘来拉一下嘲讽 这个杀就不出了啊 这个拉这个血线嘲讽 让他来 你来打孙权吧 不要打我们的这个文聘啊 他果然是有这个减一连弩啊 这个拉嘲讽呢 是拉了对的 那这样四杀 这个把孙权打死 打死之后 他就打不到我们文聘了 因为连弩只能四张杀的 连弩只能四张杀 那再压我们的文聘一血 然后他就要气牌过了 那这个地方他连无蟹都扔了 那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是冰 那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顶着这个冰洞 因为我们文聘这个地方 有两个A啊 有两个A 还有一个红沙 那这样的话 这个黄盖基本上就去了 基本上的黄盖就去了 那这样我们顶着这个冰 让这个文聘来把这个黄盖收掉 先开一个万剑齐发 然后这个他的黄盖这里还是个闪的 这样的话 我们是先含冰一下这个甘霖啊 因为我想把他的手盔里的沙给含掉 再去吊他一血 但是他这个甘霖手里还是有一个闪啊 这样我们只能把这个蓝盖入侵也开出来 那把黄盖收掉 好把黄盖收掉之后 摸上两张杀 然后这里诸葛亮也要求逃 诸葛亮也收掉之后 我们摸到了一个无中生有 那摸到一个闪 那瞬间就觉得我们这里安全了 只要这个文聘的血不掉 那就好了 然后他顺了我们一个杀 他顺了我们一个杀 然后用那一张杀来杀我们的文聘啊 那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是二打一了 我们二打一 他的牌越少越好 那我们这个闪就选择去出了 因为他要是砸的话 他的牌就少了 我们这边由这个刘备来抱养这个文聘 还是不太怕的 那这里拆到了我们的寒冰剑 那这样我们轮到刘备 有一个鸣顺啊 刚刚五股拿的鸣顺 那把这个乐盖过来 那对面就举白旗了 对面就举白旗 那么这一局我们就看到了 这一个我们的孙权 在这个有杀的情况下 他开篮盖我们也不出杀 来帮我们这边没有闪的这个文聘 来拉嘲讽啊 自降血线拉嘲讽 这就是我们这个三维三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 好那么这一期的拉嘲讽 到这个地方也就结束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在这个新统帅里面 也能够有一些 有那么一点的用处吧 好那么最后就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的视频 不见不散